Hello 大家好 行政長官凱一成 今天列席立法會全體會議 回答議員的提問 一共有31位議員報名問問題 早前司長公佈說會派消費卡 但沒有講詳情 有議員問特首 新一期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詳情是怎樣 凱一成說 由於疫情時間太長 產生了很多後遺症 這些政府都知道和清晰 亦體會到居民和中小微企的困難 歸納社會意見後 經援計劃的支援方式 會隨市民的期望、市場需求、簡單快捷的大方向 希望可以在5月就落實 他回顧去年推出的上一期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是5,000元啟動金加3,000元的扣減硬 雖初期有很多爭議 但事實幫到很多中小企和市民就業 政府正盡快工作 同時會研究兼顧其他援助中小企的可行性 例如大家提出的水電費支援等等 一併納入援助計劃 消費卡應該很大機會是5,000元加3,000元 可一誠又呼籲市民在收到之前1萬元現金分享後 盡可能多消費 他說1萬元現金分享涉及公帑70多億元 相當於本地零售消費總額一個月的金額 可以支撐很多中小企營生、穩定就業 而下個月的職業稅退稅 他亦希望有能力的市民在這個階段盡可能多消費 中小企撐得住 打工仔才能捱得住 大家共渡時間 而澳門通今日宣布 由後日即是14日起 暫時停止電子消費卡轉換為一般澳門通卡 包括客戶服務中心和近200個價值點 亦會暫停服務 澳門通說因應政府有關部門通知 暫停有關的轉換服務 我們估計應該是衛生一輪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做準備 好這集到此 如果喜歡Channel記得訂閱 拜拜